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复盘环节 我是梁生 今天带大家看的比赛呢 是第三场的一个死亡之组的比赛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局的比分 其实除了第一局科隆大教堂 后面我们除开云海的分数啊 可以看到 其实这三个人的整体分差都是在一分 这也导致为什么在最后逆星狮子 还有小玉的整体得分 也只相差一分的原因 那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 从后面的一号公路开始 这一局小玉 她其实是抢到了一局第一的 首先在这个点下来以后 小玉在这个点是用到了一个暴力 是直接顶开了云海的车身 而在后半段的时候 云海在这个点压车完了以后 在这个位置是比较接近小玉 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侧身点 云海拉了 但是没有完全拉出来 所以说在这个侧身的角度不够 而且速度过快的情况下 是没有进行到一个侧身的操作 所以在这个点进行了波附位 从而小玉在这一局拿下了11分 但是可以看到 逆星跟狮子的距离也非常接近 他们是拿到了10分 所以分数也没有拉开 然后再来看一下秋名山的一个对抗 秋名山的话 其实在中间半段 我们可以看到逆星 小玉还有狮子的距离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当时我们是没有看到 视角小玉是如何失误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小玉的位置 是比较贴近这个墙的左边 那对于她来说 也要往右边去进行一波调整 而在这个阶段 她在进行小飘的时候 是顶到了逆星的车身 所以导致了她在这个点 是没有进行到一个小飘 CWW的操作 而在这个点 又由于前面 它是一个平放氮气的速度 所以在这个点 是不应该进行一个小飘双杀的操作 但是她在这里 仍然是出现了一个 重杀断氮的一个标志 也就是她习惯性地 做了一个这个操作以后 把自己的氮气给断掉了 然后又衔接了一个侧身CW 来进行一波提速 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点 从而是拉开了 跟前面两名选手的一个差距 再来看一下 前面两名选手是逆星跟狮子 他们在前面的争夺也非常的激烈 一直到了这个近到处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是狮子的一个视角 狮子它是采用了一个 小飘的一个出弯方式 而我们知道小飘 它的飘移轨迹是比较长的 那在这个点 我们再看一下逆星的视角 逆星它是用了一个 侧身快速出弯的一个角度 侧身快速出弯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它的快出速度比较快 而且飘移轨迹比较短 可以更快地出弯 而在这个点是顶到了 正在小飘的狮子 所以将狮子顶到了外墙 从而抢到这个第二名 虽然说最后他们两个是同分 再看一下这局西部矿山 西部矿山这局对抗 主要问题还是在这一波的劲道 小玉自己干客了自己 将自己卡到墙角 然后是顺势干扰到了 后面的云海跟逆星 而在后半段的话 可以看到三个人的对抗 是比较胶着的 从而是给到了狮子 一个领跑的机会 再看一下最后的一局 科隆大教堂也是决定了 这一局三四名的 一个最重要的比赛 在这个点 小玉其实她的整体出弯 两次的出弯 都是受到了一定的干扰 而在后半段 狮子的话其实也是 通过手做了自己的领跑优势 从而拿下这一局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的一个积分形势 其实对于后面的四分的选手 是不是很乐观的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四分的有小玉 沈还有官人 宁清是还没有进行比赛 所以对于现在四分的选手 很有可能面临到最后 我们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冒泡战 也希望之后的选手 能够进行到自己的一个比赛状态 好好的调整 那今天复盘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接下来一段视频之后 再会比赛 欢迎来到采访席 大家好 我是陈氏 现在站到我身边的是 刚刚获得小组投名的 R&JM云海 来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R&JM云海 今天的得分94分 感受上怎么样 得分怎么啦 因为我发现 好像在近两天的比赛当中 想要约95分 确实是一道坎 昨天是拿到95分 今天是比昨天稍微低了一分 你觉得造成这样的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运气比较好吧 要么我冲着去 要么没冲着去 就前面再打架吧 说到点子上了 其实刚刚这场比赛 我觉得你是经历了 自亚洲杯艾斯联赛赛 比赛与选拔赛开始 至今对抗最多的一场比赛 应该没有之一 那在对抗方面 在刚刚在台上 有没有说让你有一种 无力的感觉 那就卡呗 反正就卡呗 那没办法 那你觉得你刚刚在比赛的 对抗当中是 主动动手的那一个 还是主动防御的那一个 我 应该是防御的那个吧 哎呀 我发现了啊 一般动手的都觉得自己是防御的 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 每一名选手在对抗当中 基本上都是主动要动手的那一个 因为也知道 如果要落后 在后面风光卡位的话 可能结果就不是很理想了 我们也发现啊 在今天的数据面板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一个起步反应时间 孩子哥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在美局结束以后 其实会有一个数据面板 在成绩的最左下角 会有一个起步反应时间 你想知道你的起步反应时间 综合几局来看是几名选手当中的第几名吗 我 我肯定是最后的呀 感觉自己起步是比较慢的是吗 对啊 那我想问一下 其实在对抗当中啊 起步出不去是一个死局 尤其是在十一城这张赛道当中 孩子哥觉得自己起步慢 为什么还选十一城这张图作为网图呢 就是昨天就感觉上比较费解 我也不知道随便选的 就是孩子哥点到谁 我就选谁 每天王图是这么选的吗 没有就看看情况吧 感觉这张图最近发挥是比较稳定的是吧 其实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 在起步当中 可能如果没有占到优势的话 在这一轮混战当中 确实会意外性比较多 当时在这场比赛当中 九局比赛可以说 孩子哥是经常处于这种 意外性比较多的阶段 但在最后都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觉得自己在对抗当中的 一个取胜法宝是什么呢 取胜法宝就是运气好 就是上台之前一定要先拜一拜 对吧 今天对抗勇与雷神 对抗勇与雷神 这样的话就好一点是吗 对 最后一个问题啊 其实我们都知道 每次亚洲杯分组都会有一个名词 叫死亡之组 知道吧 我想问一下 对于你来说 什么样的分组 算是死亡之组呢 安居三个人 就是死亡之组 有队友在 就感觉是死亡之组是吗 对 那现在死亡之组已经两天了 后面两天还要再经历一天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看出来了 那也希望海子哥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继续顺利的幸运下去 好的 那感谢云海接受的采访 接下来我们稍时休息 下场比赛马上开始 好的 欢迎来到采访期 我是梁申 现在站有旁边是来自QG的宁清 谢谢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QG宁清 我想先问一下宁清 在刚才的广寒先进当中 其实在中间是出现了一段时间的跑法混乱 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跑竹竹竞选拨多了 也没想到东方突然选这个图 稍微有一点不习惯是吧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是新加了一个数据 就是选手的起步反应时间 你知道你在本组当中是排名第几吗 不太清楚 基本上每局都是第一 而且你的起步反应时间都在0.055左右 是出现了三局这样的一个分数 那想问一下你是有专门练过这个起步吗 没有吧 可能就是运气比较好 运气比较好 手速也比较快 那还想问一下 今天在墨高窟当中是大家都用到的地气 但之前阿生是有用到过兰博基尼 那你觉得用兰博跑这样图的手感怎么样呢 手感很好啊 跑到阿生现在都不用了 为什么 你觉得就是手感好 但是难以去控制因为比较快是吗 对啊 因为漂移太快了 那个墨高窟因为弹势比较多 漂移太快不太好甩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极限性 那想问一下 其实我们常说95分是一道坎 而你今天拿到六局第一 但是也只拿到92分 那你觉得就是想要超越95分 最大的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 就还是稳定加运气吧 还是要看一下起步的一个位置是吗 对 那好的 感谢您经接受的采访 我们接下来一段视频之后再会比赛 欢迎来到采访席 大家好 我是禅师 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 刚刚获得小组投名的QG敏神 来 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QG敏敏 想先问一下敏神啊 在解说席 我们所有的解说称你为God敏 这个称号喜欢吗 都一样 觉得自己在混战当中也是挺神勇的 想问一下敏神 今天拿到了95分的高分 内心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可惜了 可惜在哪里呢 反向龙门啊 这反向龙门我觉得 在我的视角看来 其实未尝不是一个好的东西啊 因为也算是致敬自己的队友嘛 哪位队友呢 那肯定是宁清啊 适合他学的吗 不是 想问一下啊 在出现反向龙门的那一刻 自己的内心有没有忽然间闪过宁清的大头贴 一堆 一堆是吗 确实 这个也是我们联赛的一个名场面啊 其实今天的比赛 我觉得是有一些离奇的 对 因为我发现 我们敏神起步出去以后 到中间未必是第一啊 最后呢 基本上都是第一 然后在起步出不去以后 到最后莫名其妙也成为了第一 能说一下在场上比赛你的感受吗 我也很懵啊 我感觉 今天状态都不怎么好吧 我状态也不好啊 我出去 基本上把把都失误 然后 他们又失误 就一直互送嘛 就感觉好像 李尚往来 在这场比赛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是吗 想问一下敏神 其实来到正赛 正常来说 我知道每一位选手的压力都特别的大 但是在正赛这两天的比赛当中 好像角质 S联赛赛局选拔赛 失误反而会更多一些 这个是压力导致的吗 不是吧 这可能 就是 自己的状态原因吧 主要还是状态的调整问题是吗 最后一个问题啊 想问一下盖的敏 当你来到北海渔场的那一刻 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样的 或者说北海渔场和你之间 有什么莫名的联系吗 可能这几天选出来打出自信了吧 就觉得选的这张图 我跟回家的路一样 简简单单就是一张赛道吗 有没有什么赛道之外的一些感情联系呢 那没有 因为这张图的话也是我 之前亚洲杯也喜欢选的 就是历劫亚洲杯 一直以来都是你的王图 对 那对于王图的选择建议 我们都知道 敏神在北海渔场上 得分率是非常高的嘛 那有没有一些选途上的建议 给到其他选手 包括我们中国广告台记 海外赛区的选手呢 选途这个东西 肯定是要看你自己啊 看你自己对哪张图自信 你就选啊 主要就两个字 自信 是吗 对 好 那也希望敏神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再次化成GUD米越战越勇 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下场比赛马上开始 下场比赛马上开始